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1月28日的声音红中华教授 大家好 就是年26,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农历来说 最后倒数第二集的节目 是啊是啊是啊 现在香港来说,你知道过年是很困难的 很难像以往那样,即是社会上分乱不止也好 起码去到过年的时候,都是一片欢腾,一气扬扬 但是现在过年就很困难的了 困难之余,林郑还要脱下口罩,逼你看她的衰章 哈哈哈哈 要大家了解她的感受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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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了解她的感受啊 就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 他不去了解公众的感受和情绪 是要人去了解他的感受和情绪 这个其实都挺反文明的 是啊 即是现代政治是怎样的 是啊,我看到昨天有些市民 在报纸那里登广告 是不是 就是说,喂,阿姐,我都想,你不要说你戴口罩啊 我都想你啊 不只是你不想戴口罩啊 我都不想戴口罩啊 不如你看一下那些市民啊 现在的表情如何 你不如了解一下现在市民的感受啊 哈哈哈,就是这样啊 就是那份是什么报纸来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下报纸 我想这些广告都没有什么 报纸敢跟他下吧 是不是真的有人下一个这样的广告啊 是不是真的做出来的 是不是真的那些印刷媒体来的 是啊 你有什么印刷媒体 香港做哪份报纸 会跟你下这些广告啊 是啊 是啊 我看到网络上面不断传啊 一张这样的图 是啊 很多图我看到 但是我就怀疑 是啊 未必是真的广告来的 是啊 是啊 我看到它又是拼出来 就是你整份报纸啊 可以让你看到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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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 硬是就没有人回答到 究竟这一份 就是什么报纸来的 我记得以前 其实在港台的传媒人啊 其实他自己在Facebook上登 但是有人问 这张东西是不是真的啊 是啊 我也有些 有些怀疑啊 真的 因为就 我不在香港我就不知道啊 但是教授你也不知道的话 不知道 我自己也信 没有什么报纸会跟他登 是啊 是啊 那因为我看到 连登有人登出来的 这个是 是啊 嗯 就是 你不是说只是你啦 就是 喂 你是不是 就是这个很简单啊 是不是 为什么那些人要知道你的样子 要知道你的感受 才明白 你现在你没有笑容 才明白 现在这个 香港的抗疫环境很严峻 要你配合 是否需要看你的样子才知道呢 我觉得都是遮口 就是主要都是啊 就是啊 阿袁郭勇 你知道啦 就是用了一个很温和的态度 去托他啦 啊 说他要以身作则 那样啦 那你都不正约我 现在 没有的了 去这个阶段 他第一 就是 就是 什么鬼话都说得出 第二呢 已经完全都不理 他对外界的感知能力 都已经没有了 差不多 嗯 总之就是你托我 我就 不坏得给你看 他就出来反驳 还要说我特意刻意安排的 啊 心思熟虑的 是吧 那我把这些 就是不肯认衰 总之就不肯认衰 就是说 我要让你看到我的表情 和我的感受 实际上 我刚才说了 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的领袖 你只会说 你应该去了解 就是 公众的感受 市民的感受 怎会说 你要了解我的感受 这是什么态度 说得逐一点 是吧 但是 这位特首就是这样 不是 你现在就看看 就是你起码 我们看一下 一窥冲穿 就是被人 就是困了整个礼拜 那帮 那帮市民 那些怎么想 现在我看到 日窥楼那些市民正在那里说 哇 看到 一个一个这样被人车走了 没得走的 是吧 那就是 那其实你日窥楼 真是严重一点的 其实那里起码就是 整个葵冲穿 日窥楼 就是日窥楼 发现139个个案 其实更多过沙士 现在你说的那些居民 看到 哇 一个一个被人车走 哇 感觉好像自己在玩 魷鱼游戏 那样 真是 不车走那里的镜 是啊 谁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的 有些市民就在那里说 你看回独媒的报道才知道 就是说好像拍戏 医波拉病陆 围着你的村 好像大陆那样 其实现在就是好像大陆那样 是啊 为什么大陆那样 因为现在 无声无息 也没有咨询 你现在无端端就用了大陆那套抗疫 就是叫做动态清零 什么叫做动态清零 那些记者问你什么叫做动态清零 林郑自己也打不出所以言 是啊 他说自己不是始作俑者 这句话真好笑 哇 大佬 就是我不明白了 就是 你说 不是始作俑者 其实说真的 就是现在执行政策是谁 你是政府来的嘛 你政府的头头 如果你自己不是始作俑者 你开什么记者会呢 你交代什么呢 就算不是你主动做 你也有责任的交代 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赖到阿爷那里了 就是这样阿爷还给你做特首 也挺好笑的 再问一个问题 就算我不看你那副嘴链 就是看你随罩的样子 我只是听你这四个字 我也觉得非常硬异 你还要轻挑地说 我不是始作俑者 你明白始作俑者是什么意思 始作俑者 最后的四个字叫什么 是呀 这个典故你明白不明白啊 始作俑者 通常是说那些做坏事的人 是吧 大佬孔子说的嘛 始作俑者之后的四个字 就叫奇无后辅 谁做坏事 是吧 就不会有好报的 是吧 你现在是不是说 动态清零不是一件好事 是坏事啊 就是搞动态清零的那些人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他这些 我想他不是这个意思的 他只是拋错书包而已 简单说 以前香港九三的垃圾婆 就是这样的做法而已 拋错书包而已 大佬他轻挑他笑 他现在要我看到他的嘴链 是啊 好了 他自暴其手而已 是啊 是啊 他自己一边笑一边说 我不是始作俑者 哇 大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是不是在说 整个大陆内地的卫健委 就不得很下场啊 通常 你都不想说 大哥 通常说始作俑者 奇无后辅 奇无后辅 就是说你生儿子没有死忽 哇 你林郑月 是不是啊 是 就是你去年 去年在搞什么对接普论的时候啊 他就说 就是内地知道香港一套近似的制度 大家不需要那么计较什么形容词 那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动态清零先啦 是 你动态也好 清零也好 所谓动态清零 就是简单点来说 就不是说追求呢 就是绝对的清零 就是说你哪里见到有个案 是吧 就是总之你的态度就是零容忍 你就立刻撲释他 是吧 目求做到呢 长期呢 都是几乎是零个案的 就是你说 这些叫做是外地输入啊 就是你说外来的case 这些你禁我禁你没办法啊 就是这个超越你能力范围 但是 就是如果你有的时候 是吧 你就不让他在这个民间传染 就是你至少社区感染呢 就不让他有机会爆发 那所谓动态清零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不过事实上 你用什么词语来说 意思都是一样的 都是封区 强迫检测的意思 是吧 只不过就用这个好听点 不要搞到那么大规模 不要一动就封千三万人的意思 你看看香港 因为一个这么小的社区 香港一个很小的地方 区和区之间的界线 那么模糊 或者那么近 你一旦要封区的话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效用很小 为什么呢 就是你又发现有个案 至到你要封区那几个小时 那些人都走人18区 已经可以 如果要走的话 所以其实意义不大 还有你刚才说的 对啊 找到很多个案 有百几个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一点 政府现在在那些新毛发布会里 是没有详细地说 那些个案是 情况如何 接受什么治疗 是不是ICU 不说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不说呢 当然你说第一 人数比较多 很难逐个说 但是我觉得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其实很多那些 很多被测到阳性 就是反映那些 可能他根本自己都没有了症状 是吧 所以他在家里也没有人知道 没有症状 也都不是说很严重的副作用 那所以说的都无谓了 而事实上 你过去几天 封了这个楼 接着总共全香港 找了五百多个个案出来 但是实际上 看数字都知道 说曾经危险的只有一个个案 而那个人也算了很远 所以其实就是说 这个Omicron 就算你这次爆了五百多个个案出来 他本身的影响 就可能相对比较小的 但是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做 政府 每天的新闻发布会都不会说 那些人去了哪里 有多少个重症 他没有详细说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 所以 如果公布得太详细的话 反而被人问回头 那你需要不需要搞到这么大阵仗 失联流流 就是 那个座楼 无端的被你围了七天 而且那些个案 我怎知道有没有一些 因为你围住了才会传染的 你看到那些人在大堂那里 在大堂那里 就是 鼓噪啊 排到肩膀 去做检测啊 这些 这些就是 製造机会 给病毒传播 是吧 你讲到上个星期 讲到这么夸张 在地铁的隧道 就是 地下铁碰着他 相遇九秒 九秒之间 有接触都已经可以 舔舔了 那你现在 围住了大厦 逼着那些人在里面 有得几十人 甚至上百人在大堂那里鼓噪 接着那些人排队去检测 还容易感要 所以其实 我想政府自己都交代不了 究竟 现在 譬如 葵涌那座楼 里面有多少个个案 是因为这种围风而感染的呢 那他都交代不了 是啊 所以现在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那些排队 就是你 围风了之后 然后你叫人去排队做检测 你排队做检测 你排队做检测 本身这件事是很危险的 就是如果你经常说 就是那时候 找初选 排队 会有感染啊 如果你所有排队都会感染的话 你尽量避免排队的机会 是不是 你的问题就是说 你现在呢 就是你封完区之后 下面又 哇 大哥 你现在物质渣 一个一个都排在那里 是啊 这个问题呢 其实大陆呢 都遇到过 大陆已经试过了 大陆已经试过了 就是西安 是的 西安呢 西安前也试过了 忘记哪里了 他也试过说 因为排队检测 过程里面感染不到的 有些个案是 是啊 尤其是西安 西安那时候 有人看到一些 那些图 哇大哥 就是排队啊 就是你排队那些 人与人之间 是贴到抹抹抹抹抹 好像搭地铁那样的 有些人 就是其实 如果你说看YouTube呢 有些人已经是 播出来的 是啊 那时候甚至乎 是内地 内地一个叫做人民资讯 那个叫做微博啊 那其实本身呢 在12月31号啊 去年12月31号的时候呢 这个是 就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媒体啊 他自己本身在微博那里报道啊 就说 核酸检测事 市民不必担心感冒会影响结果 他本身原来是这样写的 但是呢 他当中呢 他突然间呢 他提到就是说 隔于西安市啊 确诊新冠病毒人中 有超过一半啊 的人呢 是在核酸检测 在过程中被感染 是啊 哇 大哥 原来是核酸检测过程被感染的 是啊 是啊 就是 你最后最后当然是删了帖啦 删了帖之后呢 又说就是 这个人民日报呢 在1月8号的时候 又辟谣 就叫人家不要轻信谣言 喂 大哥那个谣言是你做的啊 哈 人民资讯是你的啊 你自己说完就是说 超过一半都是 这个检测过程中被感染的 然后你自己知道出事了 是吧 删帖了 就叫人自己不要轻信谣言 哪个哪个造谣啊 哈 这些是无人无知啦 就是 例如他在西安之后 郑州那样 他就没有那么大范围封区啦 但是重点的小区他都封的 封了之后 我们知道那段时间很冷的嘛 郑州在北方啊 是吧 他是 他是在那些停车场啊 大厦停车场里面啊 设置那些 就是 检测站啊 哇 我看到那些照片呢 那些人在停车场里面 停车场里面 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 通风不会太好的啦 是吧 没有枪的嘛 排队 排队 又 就是灯光又不是很亮 又很强 排队去那里检测 那段时间呢 有些区是 七一个星期里检测十次啊 挺夸张的嘛 那这些就是 製造风险啦 那这些是国内情况 我们不敢肯定啦 但是你说 香港 我都见过一些片 就是那些人在那座楼的大堂里鼓噪啦 真的肩膀撞肩膀的啊 那你这个状态 如果真的有个案的话 就是 一定惹到啦 是吧 所以我都怀疑 那几百个个案 有些都是这样惹回来的而已 嗯 而且你安排事实上是不好的嘛 饭又没得吃 是吧 接着 为什么为5天 又不是为3天 怎么后面可以加到7天 那那个logic 和那个所谓 医学的论据在哪里呢 也是不用解释的啊 是吧 哦 没有医学论据的啊 就是总之说5天就5天 那就说 如果你那些病毒 你说 普通一般人来香港隔离 要隔离21天的 那之前中文大学 李瑞珊教授都说 根本就不是 建基于任何科学 科学证据啦 好了 但是你坚持都要这样做 那你现在这里 5天 那还差16天啊 那16天啊 那16天怎么算呢 那就是走出社区 被危险 所以整个 就是这些所谓隔离啊 强檢啊 檢疫安排那些 日期的要求啊 那些东西呢 事实上是 另一个印象是很凌乱 而且呢 是提出不了一些医学的论具去证明 好似随便掌官意志 说怎样就怎样 那样 那你又说很难令人信服的 是吧 令人不信服 接着被你困住 自然就鼓噪了 个人都鼓噪了 是吧 那你跟着就是制造更大的风险 又排队检测 又在大堂鼓噪一轮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就是整个 整个过程呢 其实就没有减少到的风险 还好像在增加高度那些人的风险 如果这样叫做动态清零的话 那被他围住那些就很可憐了 我觉得 是被他围住那些很可憐的 是啊 那好了 就是你现在呢 这个抗疫的政策呢 其实就除了这个动态清零 就是你现在在大陆那套 依阳或胡佬 来到香港 都是这么扰民的时候呢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呢 那当然你见到啊 陈曼琪啊 那些用人大的身份 就在那里叫 就是 你现在的风区都还没够的 要全面检测 全面检测 要中央出手 就全面检测 那事实上 我觉得大陆呢 已经亡不过气来了 其实是 就是你就算是北京 也有确诊 是 就是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就在那添烦添乱 是吧 就是究竟行不行呢 这些东西呢 就是你虽然 你自己就说 立法会也完 又说什么人 就是身兼人大 那但是你是不是 就是人民的代表呢 就是林郑 就在那里跟你说 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跟你说 就是说 香港人最大的诉求 就是通关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那些诉求 是吧 你说是就是 就是你现在你看到 就是 那现在你随此以外 他除了你说全面检测之外 还说要是那个 港康码 就是港康码 又有追踪功能 又等等 不管那些专家说什么 这个就是如果你说 虚树昌已经一早说过了 其实是没有必要去搞追踪功能的嘛 是啊 就是这个他们说了 但是现在政治大了 但是有些专家呢 就说另一样东西了 那就是比如像 袁国勇那样 那一早说了就是说 要搞这个 疫苗护照 疫苗护照 是的 或者叫做疫苗泡泡 是的 那就是 全面实施呢 就应该是下个月 二月二十四号 是啊 那就是你年初四之后呢 不但只 就不会说就是 你说放松的防疫 反而呢 就是你现在呢 就是 要你了 全面这样 就是要 就是 在疫苗上面没有打的 那就更加去着紧去打 那小孩子呢 现在都可以 你说五岁开始呢 都可以叫你 就是打一针的 三分之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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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分三势用 是啊 分三势用 那就是 起码打一针 就是三分之一针的科兴先 那之后呢 复必泡呢 就会稍后呢 亦都是叫这个 小孩子呢 就去打的 那就是 疫苗通行症呢 那其实就是 全面实行 那全面实行呢 那其实就是 所谓全面实行的意思呢 那其实就是 那些 那些 就是一般 我想政府机构 都要 其实是 现在就是 你教师不打针 就有人 解释了 就是 如果你要教下去 就一定要打针 不打针 就不让你回学校 你强行入校 就刑事 刑事罪行 那接着就有 有老师收通知了 如果那些人不打针 就没法 我就没法和你继续了 就是 也有人真的辞职 因为这样 怎样都好 各式其式 但是 现在就是 安心出行 又说 你把那个 打针的证书 摆上去 就变了绿色 不摆的 就变了红色 总之就搞到 你说 没有尊敦功能也好 怎样都好 实际上 就变成了 那份事情 实际上是 要你 就是个个都要打针 总之就是谷针 一句说完 嗯 嗯 主要其实就是 在学校那里推行 但是学校 因为你现在 就是 以小孩子来说 他们可以是 做这个 带菌者 但是同时间 如果他们 不打针的话 那就 反而就是 风险挺高的 就是 如果你平程而立 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就是说 那个疫苗通行证 那个扩展的层面 袁国勇就是说 推行了 就向了 他建议 推到这个 公共交通工具那里 那如果你说 推到去公共交通工具 就不用说了 这个不是说 选择问题了 这个近乎强迫性了 其实是 是啊 是啊 你说地铁要 摆完那张 安生行 或者说有 有疫苗通行证 才可以让你进站的话 那就 你迫着你一定要打 除非你不上班 出街 是吧 就是不打针 就不准乘搭车 哪里都不准去 是啊 除非你自己买单车 就是你自己买单车 来踩 但是你买单车去踩的话 那你的地方要去的嘛 就是你出街吃一餐饭 那你吃一餐饭的 那你是不是说 就是不是说 分不分ABC的类 那是不是就是ABC的类 所有食肆 全部都要打针呢 嗯 那如果你全面都要打针的话 那其实就 几乎是没得选择的了 就是之前就是说 你要很频密做检测 那现在就 没有这支歌仔唱了 事实上的问题 就算你如果真的要入食肆 全部都要打针的话 那问题都不 关键都不单纯 只是在于那些食肆的配合 而是很多人呢 他寧愿不去的 我真的认识了那些朋友 他自己打了针的 他打了针的 但是你叫他入那些ABCD 那些要show card的话 他就寧愿不去的 我吃一餐饭而已 我打不打针 他就告诉你 就是有些人不小 那所以你见到 他这一轮 他就把夜市取消了之后 其实刚刚这个时候 取消夜市 那些饮食业的经营者 都很惨 基本上 这两个月就找到 未来半年的收入了 但是现在就 一铺过那些 就是团年饭 春明的差不多取消了 那他们就说 损失几十亿那么多 那真的有多大 我不会和他猜 但是肯定就 就算是很惨重了 那你现在虽然有外卖 但是外卖的人数 你怎么可以和唐食比呢 就是差很远 我觉得是 嗯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现在香港这一套 政策呢 其实就是已经是很 严厉到很可怕 就是你说香港人 就算受得到的话 你肯定的话 不是说全部人都肯定的 因为其实 香港始终是国际城市 很多人不肯定 因为国际大都会 是不是 现在很多外商 已经是鬼杀那么吵 就是本身已经很少出声 比如说欧洲商会协会 他都自己发了一个报告 早几天 那就是说 这个彭博就引述 这个香港欧洲商会 他自己做了一份报告 他其实起了草 但是他说 其实已经有那个结论走出来了 就是说香港的防疫政策 是会令到 可能香港是会与世隔绝 对外界隔绝到2024年 是的 那个评估很差 2024年 就是现在2022年开始 还有两年崖 是的 喂 你两年崖 就是有时 喂 香港 那个经济的动力在哪里 那个经济的动力 其实香港本身 就是一个外放人经济体 哇 大哥 这些外资输入来的血 这些血管不通 最后会有什么后果 细胞坏死 西方坏死之后 你再想捉起人 不是那么容易的 老实说 如果你说 譬如最近也有一些人力资源公司 所谓的 都说了个报告 他说现在的银行家 那些银行家 那些银行家 给多多钱都不肯来香港 因为进来就21天 变成他 他不会 他分分都是钱 他怎么会跟你玩这个游戏 那你事实上 林郑月娥自己也承认 他说香港可能是 除了中国达首 是最严格的地方 他自己认的 他说过 但问题是 你和香港现在面对的社会现实 是不对应的 再加上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可以清零 我觉得你稍微有些 common sense 你就知道 清零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就算你一时间清到零 你很快就会 你只要开大门口有人进来的话 很快就会再倒下 那就是说 这个这样的清零 封关 强檢 封区 这些惡性的循环 一定会周而复始 我们曾经做了一四个八十八日 没有这个本地个案 一单Omicron 就连续爆幾百单出来 是吧 那你现在 就算我觉得 你清零一段时间 都会是这样的 但是政府就似乎 就是明知 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他都坚持 那你造成的代价就很大 刚才你说的欧洲商会协会 或者美国商会 那些说法 他们不只是说 现在是离真 离真的了 你再看完 还在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就是说 美国银行 也说 考虑把香港的转移到新加坡 是 好像说这是员工的要求 还是说 员工的要求 你可以很容易理解的 大哥 你去到哪里 你都要管三管四的 随时被人封住所的 跟着呢 就是 就好像那些 迴冲村的居民说 随时就被人捉了去 好像玩鱿鱼游戏 那样的 喂 大哥 怎样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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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 他也说过 接下来 那些 外地输入的东西 因为航班少了 每一班机的成本贵了 那些东西会贵 是吧 那这个 一早就已经有声器了 你想想英航啊 郭泰取消了多少班机啊 那些客运机都取消了 我听说 直接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航班是肯上机的 因为你如果不是 完机走的话 即刻完机走的话 你就可以 21日了 是吧 就算老板肯出量给我 他都想过 无端的坐 21日监值不值的 是吧 这种清零做法 而造成物价上将 香港是很多人靠入口 那些输入通胀的话 那你跟着就出现了 储境 真的有可能 有可能出现滞胀了 长远来说 是吧 即是你既没有经济 经济增长既低 同时的通胀就高 那你香港社会的民生 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了 到时你封不封关 捉不捉人抢检 这个已经变成次要了 但是你要看到 现在实际上 很多人是收入大幅度下跌的 即是很多 譬如普达老师 已经没有收入了 是吧 旅游业那些已经死了 已经 新闻记者 即是过去几个月 几个报纸 做部倒闭之后 很多新闻记者 都有 走去做其他行业 都有 所以其实失业情况 就远比政府公布3.9 实际上严重 我相信 只不过问题的数字 还未能反映出来 所以其实 你现在做到 这种就是清零的政策 以至一系列的措施 其实是令到 香港的经济 虽然也现在不是太差 甚至有些预期说会好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很脆弱 嗯,而且失业率很低,但是我不知道 真是落实到一般群众生命中,其实他们现在的生界如何 你只是葵冲村,这样封一封区,被你封一封区 11个人就失业了,没了份工 有没有人帮你争取权益,劳公署做过什么 你那些保皇党,现在你一个一个水鬼星成王 做立法会议员了,有没有出手帮过忙 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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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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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很大事的就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香港有一个开放型经济体 就是你是怕你失血过狗,然后细胞坏死 那些人再不回来投资嘛 如果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一撤资 你在新加坡另起路做,再叫人回来 你有什么理由再叫人回来 本身撤资,或者是撤人,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对任何外商都是,你靠外资,而不是靠内资 香港不是玩内循环而起家的 如果香港,你和大陆一样玩内循环 那你和上海有什么分别啊 你还搞什么大湾区啊 大湾区,你指望香港做到什么啊 大湾区就是指望香港做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第二就是暢科中心 你和对外你没有联系 那些人一个一个这样走,不回来 你是不是自己在那自肺武功啊 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现在的处境已经是这样了 那些人移民走的一个因素 你看看另一个数据,你看得很清楚 大学生 你们申请大学入学 考DSE有五万多人 但是申请大学入学,四万人都不够 那是什么事呢 有万多人未考试,已经决定不入学了 为什么呢 我想原因都是不内乎 可能已经决定了学外国升学 想着移民 那你有少数可能不重考 但是这个很少数而已 那就是说 就是从来没试过 就是说 那个DSE的投育人数 和你申请入大学的联招计划 那个两个数字 差那么远的 五万多对三万多 接近四万 两万多不报UGC 是啊 有万多人没有报UGC 他是DSE的 但是他不报DUPAS 同一收生 那这个是很 不过你现在特区政府 你说什么呢 他都好像当你没到 好像林郑月娥所说 我不是始作俑者 是吧 其实这句说话 我觉得 你说是不是恶意 我想他当然应该不是恶意 他中文差而已 但是他也是透露了另一个心声 其实他无权 是啊 是吧 不到我作主 是 不禁止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包括了 你说徐英伟 现在他的官运如何 还有什么做 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 他自己去做的事情 他都做齐了 他都做齐了 是吧 但是他说 他争取什么 他说要争取 他在过年之前 是去对市民有个交代 是 等我等我黄上发落 如果他在你那里的话 我真的很不明白 如果权在你那里的话 那话事权在你那里的话 需要什么争取啊 你向谁争取啊 你特区政府 你是政府来的 争什么取啊 就是我想 我想 就是某种形式的处分 就真的无可避免的了 你之前开会 那种牙齿齿 献计 是吧 怎样第二天 你开派对 开到尾 吃到尾 那徐英伟呢 这件事就很难脱身的了 不过问题就是 炒他有 北京 北京肯制呢 就是现在很无奈 就是你做特首 理论上 问责制呢 那个精神 就是要特首 建立自己的班底 老实说 你看看 现在这位特首的班底 有多少是他的人来的 我想很多都不是他的人来的 那 财政司长不是他选的 应该 是吧 大家都知道了 律政司长不是他选的 大家都知道了 他根本初初不是 就是 舊哥走了 他根本不是 这个人的 那三司里面 现在政务司长 似乎都不是他选的 因为他想动 就是 动一个肥佬 但是动完之后 谁知道 搞了这么多年了 终于被你动了 这个 就是原有的政务司长 张 张建忠 张建忠 动了之后 谁知道给李家超 你贪败 很明显 都不是他选的了 肯定 是吧 是吧 那就是再加上 那些什么 徐英伟 这些 就是 原来都是 老实说 他可得何能 凭什么 做这个民主事务局 民建联 主要是 要给他个位置 是吧 所以你想想 理论上 我问责制 就是要帮这个特首 建立他的团队 但是 现在这个特首 整个团队有一半 可能不是他的人 那你怎么做 不能做 现在他要动这个 似乎他真的 很不满意 徐英伟 那么 现在的说法 我觉得这样说 都说得很透白的了 就是说 我就要 动他了 现在就等北京 发落而已 那你觉得对了 就是说 权不在你这儿 是啊 就是这个 南华早报报的 那他就说 其实在这个 1月10号的时候 就是他已经报道过 1月10号 他已经两个星期了 是啊 北京就要求 就是香港呢 就促查促办 是不是 现在 就是已经给他交代了 促查促办 他现在的结论就是说 炒这个 徐英伟 甚至乎是 阿佳佳宏 但是 就是你其他 就算你现在 你找这两个人头 其实都不合理 是啊 你其他人呢 你几个部队 就是你说蕭泽怡 这些 蕭泽怡在说什么 他现在好像 就是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关 蕭泽怡 我觉得他已经过了骨 是啊 他出席洪遗民派对 原来是加强警政沟通 哇 真是多谢你了 是吧 原来你不去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他这样说的嘛 他说 他和 洪遗民 就不算很熟的 没有私人 没有联络的 但是 道路安全方面呢 他们有很长久的关系 他说 没有多久之前 他说 有个什么 道路安全小队 道路安全队 小朋友 他说 带小朋友来参加少年警讯活动 所以 个人来说 他说 同事 也有一些需要 他和同事也有需要 出席社交场合 大哥 我现在反问你一句 是不是 如果你不去和洪遗民 慶祝生日的话 香港的道路就会变得很不安全 就是 很明显 这件事是很少的事 道路安全在警队里面 但是 但是竟然要出席 和一哥 这个说法真的有点怪 原来他不带小朋友来 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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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连警讯活动 哇 大哥 原来这么重要 就是他可以带小朋友来 是啊 是啊 就是那个理由牵强 就是难这么说 我觉得 警队一哥 一向都在社交上比较活跃的 迪文尼茨代已经也是 就是 就是他比起那些入警署 海关 还是 邢教署 他一向都是比较活跃的 我觉得 因为香港那套社区警政制度 有得解釋的,亦都合理的,但是你说原来因为要去,就因为他带帮小朋友去过少年景上一个活动,跟杜朗安船有关,如果那些这么小的事都要劳动一哥的话,你一哥就很不空,不就是很不空,很多东西都要吃宵夜都要去,都要出席这些场合了,就是为了一件小事,就是因为他安排那些小朋友来警察, 如果没有红维文,就没有小朋友,对你少年景信有兴趣,少年景信的数字都是在跌,但是我觉得少年景信在警察内部都不是一个很关键的项目,道路安全也不需要动一哥,事实上我觉得有点牵强,说法很牵强, 他是什么前海首席联络官员而已,原来他不只是跟前海有联络,代表前海有联络香港,还代表香港的小朋友联络这个少年景信呢? 这个真是好笑的,这个问题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坦白说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喂大哥,就是你之前,你要数之前,就是那些什么入境处处长,欧嘉宏那些, 还有这个保安局副局长,又还有这个海关官长,出席恒大饭局嘛,出席恒大饭局没有事,为什么? 因为是邓平强说的嘛,他说做官员很辛苦啊,我出去跟他们吃饭啊,等于是,我不用陪家人啊,要犧牲和家人的示范,出这些聚会啊, 看策民情啊,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出席恒大饭局啊,OK,你这样你都OK的,那就有下次了, 是,收果栏啊,就是我都讲过的啦,就是,特别是入境啊,海关啊那些,就根本没理由出席恒大饭局的, 警队一哥我就觉得情有可原,但是海关真的没必要的,所以,所以那次为这几个警律部队高官,就是恒大饭局那次啦, 为这几个撑呢,你真是破坏规矩的,破坏规矩之后就好了,跟着你见到有,又立场拍到,你收果栏了, 啊,现在又去开派对啦,啊,交通安全这么简单的事都一哥就开派对啦,那我觉得这些,这些真是做坏规矩啦,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日有10,据说有14个官员在这里,其中有10个是没有用安心出行的, 有10个是没有的,因为每人给一张599G,599G他就算数了,如果是也挺好笑的,那这个政府就没了纪律的了,这些高官可以知法犯法的了, 那我觉得,就是,我也很渴望看到,就是,啊,迟多一点点,阿耶拍板之后, 过年前,就是下个礼拜一,阿耶拍板之后,就没有做些什么, 是啊,礼拜一,就是31号,是最后一天,是,就会有交代的,应该是, 是啊,年29,不是,他说过年之前,难以计算的,年29, 是啊,年29,就是随值夜,就是下个礼拜一,1月31号, 是啊,没错,是,1月31号,就会有交代,所以你说有交代,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啦,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看到,就是你的传媒爆料的,就算你交齐两个人头, 我觉得都是不合理的,其实是,十几人啊, 是啊,林郑你说的嘛,你自己对,就是你政府对这些官员的要求, 还要是不可以令到政府尴尬啊,是,大哥啊, 你今时今日还坐到现在,我觉得已经是最大的尴尬了, 很尴尬啊,真的,我也很尴尬啊,是啊,是啊,是啊, 好,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明天回来再见面, 好,再见,再见,拜拜,